内切去眼带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洪蕾 西安市第四医院 眼整形与眼眶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对就刚才我们讲到了 眼带手势是有两种方式的 一种呢是外切 我们叫下剪睫毛入路 在睫毛下两毫米左右 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 那么这个病人呢 他三个月以后完全看不到斑痕了 但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病人如果一定要斑痕体质的话 那么就看着比较明显的疤 那么我们达不到一个美容的一个目的了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内切的方式 就通过穷隆布结膜的手术路来做这个手术 那么外观是完全看不到斑痕的 所以很多患者喜欢做内切 结膜手术来做这个眼带的手术 那么做内切的手术呢 是可以避免外观的一个斑痕 那么手术方式和原理呢 是和外切的方式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刚才强调了 做眼带手术一定不要过多的去除脂肪 因为现在有很多病人或者一些刚入行的整形医生 他们在为了达到短期的效果 分离到矿下颜的三块 我们叫脂肪团 中央和鼻侧涅侧的脂肪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三传脂肪它拼命的取脂肪 早期一看病人眼带很平 那么觉得效果很好 但是由于你去除太多的脂肪 在半年以后 病人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下点 一个凹陷 一个坑和很大一范围一个塌陷 这种就有病人说 怎么内切眼带 我变成一个凹陷了 实际是不是说内切手术方式造成 而是说由于手术医生或者病人的过度要求 去除太多的我们正常需要的脂肪 在这种情况应该去除少量的脂肪 然后让残留的脂肪 我们重新做一些脂肪的重新分布 那么在国外 我们有一个非常一个经典词汇叫reposition 就叫重新分布 我们不去除脂肪 让它变平 变得更规整 那么这样的话 既能去除眼带 又能够避免远期的一个眼带 手术区域的一个塌陷 所以长眼效果是非常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K